掌声有请主持人长江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文明守望之 走进古剑系列节目 随着我们节目的播出 很多朋友发现 原来自己的家门口 离得不远处就有古剑 然而以前他完全没有注意到 的确如此 山西应该是华夏文明 发源史上重要的文化遗址 留存地之一 在山西的大地之上 有两万八千多处的古剑遗存 在中国这是No.1 首屈一指的 他们新罗旗部 在我们的广袤三境大地之上 宛如新河一般 串联起了一条一条 历史长河和文化信息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将通过三位古剑的保护者 用他们的口吻和视角 带我们接触他们所守护的 那些珍贵的古剑 节目之中将会最终评选出 十位山西保护古剑十大人物 希望您可以通过自己的助力 为自己最心仪的那一位 投上宝贵的一票 具体的参与方式 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 首先为您介绍 今天到场的重量级的嘉宾 他们是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国家文物局 古剑专家组成员 李永格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主席 吕周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张之平 国家一级编剧 中国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 制片人 赵宝乐 考古学博士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院长助理 副教授 李志荣 现在很多人提到信仰 说 那可能是我的工资收入吧 事实上 亘古以来 中国人有一个不变的信仰 那就是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如是到三教同缝的圣人 如果我问你的话 你可能第一时间 会毫不犹豫地答出 他的名字叫 关羽关云长 今天我们要走进的第一站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关帝庙 来自关公故里的 亥州 关帝庙 通过短片来了解它 关羽故乡 海州所建的关帝庙 始建于隋开皇九年 是海内外最大的关帝庙 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 宫殿式道教建筑群和五庙 被誉为五庙之冠 庙内悬挂有 康熙玉笔 易炳乾坤 乾隆清定 神勇 咸丰玉书 万事人吉等匾额 海州关帝庙 在历代受到人们的 供奉和朝拜 山西海州关帝庄庙 是全国重点人物 保护大位 现在庙里面 可以说各种建筑 以明清时期的为主要 最具代表特色的 能够代表它 皇家的这一种布局和规格的 一个是关帝庙有五门 这个五门呢 一般的庙里是不准有的 因为这是呢 过去那些方界 皇帝执政者 比管老邪的一种待遇 同时呢 大殿前面有花表 这个花表在别的地方 也是不允许有的 但是呢 外地面也是有花表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他的大殿遗住的 潘龙珠 表明了他这个 皇家的一种布局和规影 关公崇拜 作为一种民间文化信仰 慈庙遍布神州大地 台湾有关帝公庙千余座 东南亚及美国 澳大利亚等 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关帝庙也多达数万座 可以说 关公文化不仅属中国独有 也是属于全世界的精神财富 关公文化的精神是忠于人勇 那么爱过就是忠 敬意就是勇 在我们现在和平年代 就是指的勇于搭档 勇于奉献 勇于冲心 这么一种精神 诚信那就是意 友善就是人 你拜关公 又要学关公 要把他这个忠于人勇 理智性的这一种精神理念 来武中自己 关公因道德象征 和人格典范形成的信仰文化 成为中华民族认同感的 重要特征 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 促进国际交流的精神纽带 亥州关地庙有很多很多的神奇之处 其中一个我觉得 根源于一直以来 没有变更过的信仰 虔诚 李教授 听说亥州关地庙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是您来做的文本是吗 12年的时候 就是把亥州关地庙 实际上我们是做了一个 关公文化 列在了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 预备名单里头 您觉得它最能申报文化遗产的 了不起之处在哪里 关公文化 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庸理智信 那么它现在实际上 已经在世界上有广泛的影响 那么这样的一个对象 我们觉得是有世界性意义的 对于今天 我们人类的发展 是有重要价值的 所以把它列入世界遗产 我觉得是我们未来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也是我们的一个期待 谢谢 张老师呢 您应该去过也不止 数不清了是吗 还是数得清的 数得清 大概有个四五次吧 因为这是全国最大规模的关地庙 关地的文化和我们儒家文化 它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有这个孔文化 孔子的文庙 那么还有相对的 我们还有五庙 所以这是一对中华文明 信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文化已经不仅在中国 而且传扬到了整个东南亚 甚至世界各地 那么我们要把它保护好 传承好 宣传好 都是很重要的事 张老师我想问一下 就是以帝王的规格去建的一个庙 来祭拜关公爷 有没有其他的这样的圣人或者前人 以这么高的规格来修建他的祭典场所的 那我想除了孔庙以外 应该就是关地庙 就是一个文圣人 一个武圣人 两位先贤圣人 六十年代的时候呢 亥州关地庙就成立了自己的文管所 现在他的守护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他 亥州关地庙 从七八年正式对外开放的时候 我就跟着我的母亲 在这儿进行这个生活 一直到现在 除了上学 离家以外 然后从大学毕业 回来以后的工作的单位 也是在亥州关地庙 这是粉表炉 这是铸铁的 这也是咱们明代的 遗存下来的一个文物 现在将近现在有三百多年 在过去呢 它经过这个高温 再冷却 经过雨水的侵蚀 还有这常年四季的这个 像还有些动物的粪便了 这些长期积累在这个铁器上 对这个铸铁这个文物 就会产生生锈 腐朽的这种 会慢慢地会剥落 所以我们每年会对这个铁器 上面的尘土 包括这些动物的粪便 进行清理 在咱们就是最原始的一种 保护方法 来确保咱们这个文物本体的安全 母亲是一直就在庙里工作嘛 她也是从刚七八年开放 做过园林工 做过这个摄影工 做过讲解员 做过文保员 这个各个岗位 也基本上在庙里也就转变了 可以说就是 从小而入目睹的就是 文物保护这块比较多一些 包括这至少 包括这至少都不能 少一次就给它打扫干净 慢点啊 不要小看咱们一个 一个小种子的 这个小小草的力量 它要生根发芽的话 它对它整个的这个瓦面 比咱们人为的破坏力度 要大得多 经过一年的这个雨水清晰 这些土啊这些 它都有厚厚的溢层 对所以就是它 它有土壤能够生长起来 从七八年开放到现在 坚持每年 对这个土建的房间 进行拔草工具 确保它这个 屋顶的这个瓦面啊 包括能够长久 对里边 店里边的文物呢 是一个保护 在我小时候 记忆深刻的一个事情呢 就是运程发大水 山上的山红发下来啊 加在加在这个泥石流啊这些 当时庙里边去工作人员 只有二十 不到二十位了 就是全员上岗 包括每个员工的家属 因为我还小 就是只能帮助大人 推推车送送饭 看着大人很辛苦 装沙袋 搬沙袋 晚上凌晨一两点的时候 才把洪水给弄退了 当时小 没有什么感觉 只是说 我今天干活了 到事后 包括到长大 听着这些老人 觉得这些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从小时候的蒙蒙总总 对观地庙 对观老爷的这种仰望 一直到现在 作为观地庙的一名工作人员 我个人内心上觉得 无上荣光 我能够保 作为一名文物保护者 保护着一份 国家的文化遗产 非常自豪 掌声有请 山西海州关地庙文管所 副所长 副文元 副所长您好 今天副所长来到现场了 代表海州关地庙文管所的 其实所有的工作人员 大家伙都是 海州关地庙的守护者 和保护者 海州关地庙这么有名 每年大概能接待 多少人流量 我们截止到2017年底 每年的游客量 就将接待 是将近80万人次 我听过有朋友 他说他第一年 大概是10年左右的时候 去朝圣过一次关地庙 然后他当时自己许诺 我要连续三年 大概是农历 四月份的时候都要去 好像有这样信仰的人 不在少数 这个非常多 特别是在 在我们国家的沿海地区和 东南亚的其他国家 他其实也是一种信仰 一种诚信的代表 说我来到这个关地座庙 进行朝圣 学习 关来的这种中意人勇的这种精神 我要把这种文化带到我们的家 带到我们这个所在地的国家 就想就是说通过一年又一年的这种 一次一次的朝圣 把我们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给传承下去 我不知道一共我们的庙里有多少尊大大小小的关公的塑像 现在开放的部分又是多少 我们现在景区开放的亥州关地庙和长平关地庙的关地塑像 一共只有四尊 但是在春秋楼佩殿 就是神堪的两边呢 我们还有三尊的木雕的这个关老爷像 这个就是会每年举行各种活动的时候 会需要给这个关老爷请出去做一些活动用 然后在我们庙里的馆藏文物中 还有上百尊的这种关老爷像 各个历史朝代的 最早的就要到可以追溯到元代 是这样 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更好的发展关公文化 这两处庙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它的本体建筑上不能够做开发 所以我们会通过这两年和盐湖区政府合作 在亥州关地庙和长平关地庙中间的这八公里的范围之内 做一些泉域旅游的建设 等这个全部落地以后 就是能够达到吃住行游购域 可以说是一个国际性的旅游目的地吧 对我知道长平家庙门口有一棵桑树 然后有中国农科院还是哪里来的专家 然后专门就把它的汁折下来 种到任何一个地方 都是一开花一结果 但是只有这个地方是一年五开花五结果 这个很不可思议 对对对 因为我们老百姓已经把这棵桑树称作为武士同堂桑 长平家庙 这个庙宇是本身是关老爷的老家 他出生的地方 家庙里面供奉了由关哥老爷他上下五代人 所以这个桑树也很神奇的 就是一年五次开花五次结果 现场有没有观众朋友有问题的 来小伙子 傅老师您好 其实这个山西运城亥州的关地庙 是我们山西最为著名的景点之一 而为防止这个自然损坏和人文的损害 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 那么请问傅老师 在我们关地庙的文物保护工作上 有没有系列性的保护措施呢 我们关地庙从七八年开放到现在 一直有组建了一支小型的维修队伍 对我们文物的本体进行这个小型维修 像这个一年一次的靶草沟米 还有一些游不到的修修补补 这些文物上的这些除尘 这些都是我们日常工作中来做的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员工 都是文保员 除了守护这个文物以外 也要去杜绝这些游客呢 在这些文物本体上进行刻画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些媒体 我们自己的网站 微信平台 还有报纸 电视 一些活动日 像文化遗产日 还有什么博物馆日 把这些文物保护的知识 全方面的就是给通过这些平台 给发送出去 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 最基本的这三点 向副所长以及所有的咱们的工作人员 表示深深的敬意 那么我们平常在影视剧当中啊 在小说当中啊 在好多的媒体当中 都看到有关关公的描写 卧残眉 丹凤眼 面如种枣 所以京剧舞台上 那个关公的那个形象是红脸的 他这个红脸就表现的是人意中勇 那么在这个戏当中呢 更有好多赞美关公的章节 比如说桃园三杰义 关公呢是老二 二哥 当在这个桃园三杰义当中 后来遇到了徐州失散以后 曹操收留了关公 收留他之后呢 曹操非常爱财呀 上马金下马银 送给他大红袍 给他十位美女 十位美女他不要 然后呢 封金挂印 瓷奸曹 单枪匹马 宝黄嫂 过五官 斩六将 而且尤其是到了这个华荣道上 在遇到曹操的时候 他大仁大义把曹操放走了 所以呢 就是关公的这个人物形象 用现在的人讲 那就叫德意双心 既有德又有高超的武艺 青岛有一位演员叫陆树明 他在九四版的三国演义当中 他出演了关公 他在他演了关公以后 他说我这一辈子呀 德于关公 败于关公 德于关公呢 是我演了关公之后 所有跟关公相关系的事 都来找我 我得到了很高的这种荣誉 败于关公呢 是一个演员呢 这一辈子别想演别的了 他演什么 大家感觉他都是关公 他自己很有才 作词作曲 写了一首歌 叫一壶老酒 我想全国的观众都知道 他把他的妈妈 请到了现场 面对面地唱给他妈妈听 他妈妈热泪盈眶 说明什么 他通过演关公 他的心灵深处 真正地崇拜了关公 关公的确是我们中国人 忠义人勇的一个楷模 通过你们对关公庙的 这种细心呵护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 能够经常到这儿来 进行灵魂的进化 进行心理的洗涤 我认为您是我们的榜样 您也是我们的楷模 谢谢您 为什么我们海州关地庙重要呢 是因为他实际上是 关公的这个根 他作为关公文化的一个起源 那么不仅构成了我们 现存在中国 在大陆地区 在台湾地区 甚至包括全世界 我们这个关公信仰的 一个网络的核心点 我觉得这可能才是我们 海州关地庙 最核心的意义和价值 谢谢 树高千尺必有其根 盘山之水必有其源 是吧 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在这里 在大运之城 接下来致敬中国古剑 请您发表感言 作为一名普通的文物工作者 我能够守护着 这座古老而神圣的庙宇 它的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 向我们世人 展示着我们中华民族 历史 古建 民俗和文化的发展 以变迁 能够保护和守护好它 是我们这一辈文物工作者的 历史责任和使命 我们会将这种守护 代代传承 谢谢大家 文物资源大省曲沃 素有地下博物馆 和三进文化源头之称 这里是中国成语之乡 拥有海量的文物和古建筑 在西海村 有一座龙王庙 曾经一片荒芜 可现在却变了模样 通过短片来了解它 2月2龙抬头赶庙会 在古代 这一天的龙王庙会格外热闹 然而数百年间 这里旅回旅见 经历和承载着漫长的历史和故事 据现存碑壳记载 原来初年 为祭祀龙神 以其泉水不节 风调雨顺 西海龙庙 遂建于此 龙王庙 位于现在的 史村镇西海村东部 古庙东西47米 南北78米 占地3570平方米 现存建筑为道光八年重建 中轴线上自北向南 有大殿 县殿 八角池 两侧为东西耳垫及道院 因主体建筑结构保存较为完整 时代特征明显 1947年 居卧解放之际 陈庚将军曾筑捷西海村 指挥解放居卧的战役 指挥部设在龙王庙 当时攻打县城困难 有人建议拆掉龙王庙 把龙王庙大殿上的三间通梁 作为工程之器 将军听后马上制止 并亲属布告 张贴于庙墙以保护龙王庙 解放后 大殿曾被当作良酷使用 后又被当作小学校舍 1985年被屈卧县政府 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比起那些宫殿啊 是不是这种民间的小庙 更能反映当地的老百姓 在某一时期的人文生态 对 它是更接地气的 所以这种文物建筑 我们都要很好地进行保护 山西真的不要轻视 每一个建筑都不能轻视 每一个建筑都可能出现 你意想不到的精彩 所以民间的小庙 可能更具 就是民间的这个自由的创造 还有工匠的技艺 我们有很多极其的特色呀 大的弯梁 做到了极致 这个结构合理到 做到的前后的搭接 是没有别处可有的 比如说斗拱 斗拱在山西那 各式各样 品类太多了 应该是全国最丰富的 所以我们的古建 有山西的特色 自己的地方的特色 真的是一个立体的历史史书 接下来我们走进龙王庙的守护者 通过短片来了解他 我从小是整到这个渠物县 图生图整的渠物历 这个龙王庙 建制了我的人生 有的人是哎呀 修了这你不知道屠啥呢 没屠啥 就是可能给社会的做点事 看到这个龙王庙呢 一天一天给摧残了 好多的这个石树的给倒了 风际给踏下来了 好多的这个唯我孤际 丢失了 一想这么好的这个庙 给它踏了坏了 传承不下去 你就咋办去 可可也赶上 制定了这个 孤建祖认领办法 所以我就下定了决心 要认领这个 其实这个校园的时候 这个风的踏得最厉害 你看这个梅 几乎给踏完了 几乎从下到身边 一会修起来的 把它修复起来以后 我们给它搞成一个 红色教育基地 这边我们把它保护了个原貌 这边感谢我们当地的老百姓 老百姓当时呢 把这个用砖和腻巴 给它护起来了 这次我们修复保护着呢 我们给它挖出来了 把我们这个 修复建这个礼事记录下来了 这前面叫县殿 这个非常有这个文化价值 这国际老百姓 运输不方便 不知道从哪里运回来 这么大的木料 下面的石头这么大 都将唯有饭子给投走了 当时想着这个庙是最大的 投资量可能就最大 在2010年的时候 我那个儿子到北京上班了 想买缝子 如果拿30万的衣服 就买一套缝子 当时只有几千块一瓶的 家人反对 搞一个这 不如把它变成一种理财 或者用到企业上面 为什么要用到这上面去 大家对这个事不理解 后来我跟他讲了 我们要做点善事 给后人留点德 下等觉醒 一定要把这个庙给修起来 保护起来 我父亲一直在坚持 一直给我们这个 几个儿女做工作 保护我的母亲 刚开始还骗我们 说这个是几十万 最后我们才知道了 他投资了三百多万 修建的这个庙庙 这个大地下来 居民考潮 就是全国这个龙龙庙里边 高度 宽度 是最大的 我们修这个 修这个的时候来 我们在这边 下了很多功夫 等时候呢 就是三天领头 我干的工的时候 甚至有时候 我在这一带 一天一天的 要看着它 一向转 一个木料 我再修家修好去 我买了很多树 能不能打到 那个原始原貌去 能不能提前了 以前那个风采去 这个确实在我的脑绿上 我的体力上 紫禁上 就过了很长时间 这个小院啊 就是恢复了以前的 那个理事面貌了 在修的过程 这个庙 它得这么多 当时我们就非常纠结的一样 是有没有价值把它再修起来 我们这个梁道板子 和我们的龙龙庙 走回这一帮人 传门生了 必须恢复了 理事面貌 不论花多少钱 也把这个理事文物 展现出来 我们修的这个龙龙庙 龙龙庙 如果抹水的话 它就不叫龙龙庙 龙来就叫水边 这个龙龙庙 快修完的时候 我去过一次 就在想 我父亲确确实实 做了一点 功德无量的事 现在我们派这个堪的人物 堪苗的工资 我们要按时给他发负 在利多拉德 除了问题 要按时修理 都要一定检查 现在不管怎么 就是我们都正在策划着 我们下一步 就是要把我们的人文警官 结果再给捡起 所以我们先利用 我们这个顾建筑 把我们的后面 打造成一个人文警官去 这是我们一个愿望去 我们正在慢慢试试 有钱这个合同 还有人令数 三十年 算了什么 当时我还不到九十岁了 那后面会给他保持好 而且不说别的了 就跟儿子们 孙子们 都该干好 管好去 跟随我的父亲的脚步 一定要把这个龙龙庙 保护好 还要继续 跟随他的脚步去 一点一点地再完善 人令这个事 说实在话 在社会上 从我的感觉 我就是做了点好事 做了点善事 就我原来从一个农民出来 现在治老夫 挣了钱 就是回馈社会 做了点事 这是从我的最根本的 理想去 掌声有请 居沃县西海龙王庙保护人 黄文生 黄总您好 之所以我们选择 西海龙王庙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这个庙 在山西又多么多么的了不起 而是因为黄总这样的人 真的特别值得为他竖起个大母哥 因为区货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地方 靖国故里嘛 听说出了这个认领这件事之后 您是第一个站出来的 然后就认领了西海龙王庙 是的 可能自己刚开始也没想到 前前后后会花三百多万进去 是吗 这个主要是为我固建筑 战刑 保护个条例 这个办法制定的好 因为我们球县是进过古城一字 球县现在有个进过博物馆 那是国家级的 这是国家级的 我们球县 接风以前 纯纯都有庙 所以在陕西这个大地上来 确实文化底蕴丰富 人家说这个文化底蕴丰富 好像作为这个中国历史文化名称 而且是中国成语之乡 三千多条成语当中 有多少都是出自取卧的 是 比方说什么 种植成城 这也是出自取卧的 龙藤虎药 对 龙藤虎药 也是 鱼要特挑龙骨 屋子成龙 都和龙有关 我们球县定这个办法的时候来 一阵历是三十年 同时我都醒了 我都五十八了 三十年龙到八十八了 九十岁了 到时候获得了一会儿 但是这个镜头 我也给它鼓足起来 因为我是个带头人 我也是一个 陕西所有人民的 我也是优秀企业家 我也是工舍兰的会长 主席 是吧 所以说我必须起个带头作用 修这个庙的时候呢 远行的呢 就是花几十万块钱 或者上百万就了了 没想到 咱们搞这个建筑的时候 又是两个概念了 我们当地 建一瓶风面的凤子 一千块钱是钢筋水泥 特别结实 这个股建筑呢 算了五千一万 打不出来 说说这个呢 原来计划这个时候呢 一会儿就突破了 特别是我这个带领人 怎么个带领方来 我首先就是要带领着 我们的当地的企业家们 要干点事情 刚开始我就带领了四个 有规模的企业家 一个认领了乔山红利庙 一个认领了义丞红利庙 一个是认领了去成个大不愿 一个认领了令郊的农泉寺 后来又有了三个 现在我们有七个企业家 现在估计我们在文货投资上 带旅游修路植树 上医院了 这就是我带了个头 我16年在6月10号 到河北承德 参加了个一参事活动 全国评论四个 刘玉竹文货局局长 亲自给我收地起 我非常感动 所以我就下等觉醒 要把这个庙给修好去 传承下去 这个朋友他们这个 这个事呢 已经受到了国家文货局的表彰 我为您点赞 谢谢 但是下一步呢 这三十年可不容易 现在你花了三百多万 我们下一步建筑的 这个它要是进行经常性的 这种维护维修 你隔个三年两年的 你就得修修 你就得检查检查 所以下一步花钱的事还有 所以您还得继续努力 好 你可说对了 我那个油漆的纪念了 又准备油漆了 我那几个朋友 不是都跟我讲了 老黄给了你个圣诞了 现在呢 他们不了 你打开了个拜托网 你打开了个通讯网 你打开了为我保护 他们的名字都出去了 他的儿子 儿孙子们一看 我也多受 我嚼 也没人怪我了 是吧 因为这个呢 花钱 你把刚才我儿子也表态了 一代一代传下去 再溃烂 也省事兼用 把我们的保护好 子子孙孙无穷愧 好 为您家点赞 有一句话叫 上膳若水 当你把自己放得很低的时候 你其实是在建造一个 很大很大的蓄水池 当你不为自己而蓄水的时候 水的阴性就伤不到你 未有源头活水来 这是西海龙王庙的定海神针啊 致敬中国古剑 请您发表感言 古剑组记录着 理事文化 展显着 理事文明 是我们 发展旅游业的 基筹 我认领 西海龙王庙 三十年中 我要带领 我的朋友们 儿族们 继续前行 不如使命 一定要把 保护好 修缮好 让它 发挥出 积极作用 接下来我们要到达的这个地方 叫做安泽 安泽是大思想家 荀子的故里 也是名像令相如 曾经栖息过的地方 更是留下了很多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经典和红色记忆 然而今天呢 我们却要把目光放在安泽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口的一个不那么知名的观音庙 通过短片来了解它 在山西省林粉市东部泰岳山东南路 镶嵌着一颗拥有璀璨历史文化的明珠 安泽县 是我国首批得到联合国认可 被联合国地名专家署认定的千年古县 在千年古县中 有这样一个村 罗云 这里人杰地灵 雾华天宝 历史悠久 传长有序 这个仅有1970亩耕地和180户居民的普通小村落 积淀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至今仍保留着5000多年前先民居住的遗迹 罗云现有古建遗存63处 其中东周时期的罗云遗址为研究当时黄河流域的生产生活提供了重要依据 重修于清雍正13年 乾隆42年的观音庙 正殿建于高1.5米的石器台积之上 面阔三间 近身四传 保留了完整的明清建筑风貌 这些宝贵的财富 不仅是村民信仰的寄托 也是乡村文化传承的载体 拥有着极高的民族研究价值 三西像这样的小的庙宇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啊 就是这种寺或者庙民间的小庙 可能当地老百姓一起来筹这个功德款修建起来的 在历史的演变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可能中间曾经是供奉观音的 然后有一段时间又用作其他用途了 这样的情况会有吗 都会出现 比较普遍 刚才好像听李老师说曾经也有一些革命的先驱是吧 然后会在观音庙里面 然后大家一起商量大事 为解放老百姓 其实全国古建筑都有这个现象 为什么很多古建筑能够不保存下来是运作粮仓啊 就是此类那些公共的用途 其实就是我们中国古建筑的寺庙 就是寺庙 祠堂 或者是佛寺啊 就是庙宇之类的 其实也依然延续他们的公共性质 这一点呢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 也是我们很多古建筑 劫后余生的一个原因 这个庙虽然小 虽然可能不是太早 但是它恰恰我觉得它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讲保护到底要保护什么呢 仅仅是保护那些伟大的建筑 那些了不起的古代的很久远的东西吗 其实不是 我们还是要保护我们的文化 我们讲要留物留人留生活 然后要建山建水建乡愁 那这些东西在哪体现呢 我觉得这些小庙 这些我们生活每天都会遇到的地方 它就是我们文化 我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就是我们几千年文明传承的一个细胞 所以我觉得怎么去让它们延续下来 让它在我们今天生活当中发挥作用 其实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有一群人他们在这里守护着 其中有一位退休的老教师 在退休以后一直在呵护着观音庙 他也是观音庙的观音 他是观音庙的守护者 通过短片来了解他 罗云村位于陵墳安泽县东北 早在五千多年前就有先民在此定居 许多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庙宇 都被保留了下来 但由于年久失修 这里许多古代建筑日趋褪败 岌岌可危 村口的观音庙便是其中之一 这观音庙它是个古物 在一个我们外边人来了以后 都要从这里 这是大陆 都要从这里过着 一看到这个庙塌了 怎么没人管 我想到这个不对吧 这个东西 我应该把它维修一下 2001年 吴国栋从教师岗位退休后 回到罗云 他依靠棉博的退休工资 与老伴过着平时的生活 每当吴国栋在村口 看到观音庙衰败的景象 总会触动他那颗 爱村爱家的心 于是一向节俭的吴国栋 下定决心要重修观音庙 吴老师在修正庙宇的时候 他最大的困难 就是他遇到资金的困难 资金的困难 他这个没有签的时候 他原料进不回来 工人要工资 阻止不起来 修缮观音庙 供需四万多元 这超出了吴国栋的承受能力 他拿出自己的退休公司 填补缺口 但仍是背税车薪 无奈之下 吴国栋只能四处筹钱 自己又借钱 店钱 他说我就贷款 要把这个庙宇要修复起来 当时这个精神也非常感动了 我们就开始都给他 出所资金卷 吴国栋修缮观音庙的善举 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 儿子吴建伟主要做木工货 远在武汉的女儿给吴国栋寄来五千元钱 妻子甚至同意把家中准备改新房的材料都用到观音庙的修复中 困难时人家挖不够 后来没房子了 我就把我家里应该挖挖上来 不知道你弄不上挖吗 家里要修房子那么挖 我就都能了 我也没修房 我家里对这个修苗是非常同情的 总比修房子那么聊 都用到这了 超过去上山开 把那个毛都去掉 刮光以后 再把它拥下来 一根根都从山上弄下来 弄下来往外扛 扛过来 别尖膀往外扛 在搬运木头的过程中 吴国栋不顺摔伤了膝盖 直到现在遇到阴雨天 膝盖还在隐隐作痛 大儿子可以说是个残疾 老板吧也是七十多的人 但是还是一心 复在这个工作位置上 总体还是由吴老师 一致就是进行精力地负责 吴国栋带领工程队 经过整整一个夏天的辛苦劳作 终于使观音庙恢复原貌 十几年来 吴国栋老人先后将 罗云村的观音庙 夫君庙 三观庙 三处文物古迹 全部进行了抢救性修缮 村里的人都解解康康 平平安安 在山西境内 还有无数像罗云村这样的古村落 正是有了像吴国栋老人 这样平凡的社会力量 才能守护好一方文物 留得住心底相仇 掌声有请安泽县观音庙保护人 吴国栋 吴国栋老师您好 这片子里出现了您的爱人 是吧 然后您提到了您的儿子 提到了女儿 然后刚才呢 在后台的时候 我看到了陪您来的一个 年纪比较轻的一小伙子 是您的孙女婿 对对对 看得出来您这四世同堂 家里人都特别支持您这件事 是吧 是 我们家门口的这个庙 您小的时候对它是什么印象呢 小时候我就这些庙都好的了 我小时候庙 后来呢 这个观音庙到97年时 我谈它了 2001年退休的 退休我看到这个情景以后 我就心里想了 我说这是谷啊 是老前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现在他那没人管 这怎么能行啊 后来我就产生了这个修庙的念头 所以就到村里找了几个人 我问他我想修庙 你们也同意我同意 他们说同意 同意你都帮忙了 他们说可以 后来就一顾着气 就把这个庙就修起了 在开关的时候 老板爷有三十五十大余都给的 大家也不错 吴国栋老先生呢 精神可嘉 他用自己家里的积蓄 在退了休之后呢 为留住乡愁 保护我们的文物 做了这么多的贡献 用自己的勤劳 善良 展现给世人的 是对家乡的爱 对文物的保护 对乡愁的记忆 谢谢您 吴老 吴老师了不起 观音庙也好 三观庙也好 吴老师修了 把他管起来 维护起来 我们的其他的村民 平凡的每天过日子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文化就延续了 我们的生活就延续了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 就是我之前听吴老师说 说咱现在观音庙 因为修好了之后 大家又开始 有庙会了是吧 有吹吹打打的 然后每年的农历四月份 会在这个日子里边 大家一起来举行庙会 其实我觉得 这也是一种回归 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延续 传统文化的延续 传统生活的延续 谢谢 物质的是山 是水 是古建 但是因为看得见山 看得到水 于是留住了乡愁 所以一定是密不可分的 李老师 我就站起来向老先生致敬 就说在整个这个工作过程中呢 就是我们学术研究 应该跟进 像老先生自己在那奋斗 然后很多 就是我们现在的管理也好 研究也好 其实到不了基层 但山西文物局呢 近来在做一件事 就是对宾威的古建筑 和没有平级的古建筑 正在进行一个 有计划的调查 我觉得未来呢 我们真的是可以帮到 我们最基层的保护 还有一个呢 我们山西古建筑能保存这么多 其实大家看每一个古建筑周围有很多悲客 然后这些悲客呢 记载的就是历代历代的人民 护佑他最基层的信仰的一种功德 我觉得这种功德 真的是可以传扬到永久去的 向您致敬 致敬中国古建 请您发表感言 一定要把这个古娃呢 保护好 并且要培养这个爱护古娃的人 把我们的古娃呢 保护古娃呢 全传承下去 谢谢 行走山西 你会发现到处是古建筑 处处是古文化 这些古建筑搭建起的并不是独立的空间 也并不是单纯的一段历史的集结 你要知道 走进它其中 你可以感知到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与我们一起走进古建 与我们一起传承文脉 感谢您关注本期节目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她是云岗石窟的掌门人 她如何带领云岗人 保护好世界文化遗产 勇岗研究是一个增弃工厂 她是一名义务守护人 是什么让她三十年默默无偿付出 今天来到现场的是李师傅的女儿 你的父亲呢 没雇自己的家 却雇了大家 她是一位普普通通的门民 自掏腰包四十多万 不图钱不图力 她究竟图什么 我去民国做了一些 最适合有意义的事情 敬请关注下期文明守望